第二个呢 你讲头一天咱们说打网球锻炼锻炼 完了大伙再一块沟通功能感情挺好 第二天打第三天再打不累垮你了吗 唯独吃饭 没有说说是咱吃饭去吧 我们不不用我上个月吃过了 你再吃过管什么用 头天吃完了第二天你还得吃 所以它是个循环性的需求 更利于大家往一块去 还有一点大家不要忘了 饭局上有一样特殊的感情催化剂 利益助推剂 咱们酒 如果没这个酒 我们都知道五酒不成艳星 这个酒有什么好处呢 首先第一个迅速的让你进入晕晕晕的状态 然后陌生的人变成熟悉的人 熟悉的人变成亲密的人 这个酒可以麻痹你的神经 降低你的原则性 让你觉得周围的人在自己眼前 都分外的可爱分外的亲密 所以酒是融合感情这种酷醉情 那么这个酒应该说 如果饭局上没有酒 那就不称这为饭局 很多人逃避这饭局 就怕喝这酒 可这酒又不得不喝 因为这种酒呢 不是痛痛快快的喝 不是说拿起杯了不干 我自己都难受 而是你不得不喝 还要讲各种各样的规矩 在这个饭局里边 酒的规矩是最大的 如果大家举几个简单例子 你就明白 为了不得不喝 今天你应该 può喝 les用的 zer�子 公 deve给了άν子 我们好看 我们的瓶杯 calculated 一个打碟 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非常非常大的 你都得小心谨慎的注意 所以你说喝杯酒 你还要想着这些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 你当然感到累了 那么这种累呢 他不仅仅是喝的时候 一开始就累 一般请客 我们看这有一个桌子摆着 一般来说 请客的人 你进来得坐哪呢 得坐到最靠门边的那个桌子 那个邓子的 为什么坐在那呢 谁进来你得给领坐 哎呀你好你好 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 你得坐在那位置 最尊贵的客人坐在哪呢 这个桌子 他坐在正对着大门的位置 正对着门的位置 是最尊贵的 然后往下排 左边比右边尊贵 一般说次要一点的 坐在左手 再次点的挨着主客 坐在右手 这么来回 左右左右左右 坐在门口的呢 往往不是办公室主任的 小秘书 再不就买单的 他为什么这么做呢 他有中国的传统文化道理 坐在这会儿的 主客 你看 正对着大门 把握全局 谁进来谁出去 你都能看得见 坐门口呢 不行了 他背对着大门 谁进来他都不一定知道 上菜的都得先喊他 慢回身的 您得给撤着 那么在具体吃饭的时候 咱们有的人都知道 得有个吃相 别喝汤咕咕咕弄出动静来 别剃牙的时候 对着对方 喷一下弄出个木耳来 弄人脸上来 不如雅观这个 这都是细节 比这个更细的 你看咱们吃饭用什么 用筷子 这个筷子 说法都非常多 你比方说 这筷子放在桌子上 你注意 不能怎么放 这一长一短 往那一放 这对着谁 是对谁不信 这叫三长两短 这三长两短是啥 有人说就出点事 不是 三长两短就是指谁死了 为什么叫三长两短呢 过去那棺材 几块板 六块板 把棺材弄下来 等着成练死人的时候 几块板 五块板 五块板 两头这块底帮的是长的 两个堵头是短的 这叫三长两短 三长两短就指死人 你筷子这么摆是揍人的 不好 这叫三长两短 把筷子拿起来 下菜的时候 在菜盘就划着 我就有块烧肉粉在那儿 这不好 这这夜下行海 很不礼貌 加一块菜 逛回家的时候 一拉拉往下撒汤 这也不行 这叫肋煮一肚 这很悲哀的事 是掉眼泪似的 也不行 所以我来来 我给你盛完米饭 那块一盛米饭 这不行 就当面上香 也是够人所谓的 你这盘放地上 拿起来 放桌上 给这两半人道歉 这叫落地精神 你看中国人 这放桌上 这说的太多了 尤其比方上一道鱼 我们都知道 一上鱼 这就要敬酒了 这鱼怎么喝 这叫鱼头一杯 鱼尾两杯 这叫头一尾二 有的更巧的说法 叫头一尾二甩泡山 怎么叫甩泡山 鱼眼睛不是有小胖吗 把这鱼眼睛夹起来 无论放在谁那 谁都得喝三杯 头一尾二甩泡山 说为啥他得喝三杯呢 人家有词啊 来 挖下你的小眼银 送给我的欣赏人 你看 你还得喝三杯 所以你看 中国人在饭局上 这些各种各样的讲法 让你感到眼花缭乱 那这不光是吃喝 走的时候特别注意 咱们有的朋友啊 说这饭局上 我这么吃太累了 我还得想这想那 有的说不是累 这是人际交往的礼貌 比方我说的 这个人我要提前走一会儿 提前走一般情况下 不要跟桌上其他人打招呼 最多跟左边右边说 我走了 我有点事啊 我先回去了 然后站起来 一定要跟主人道个歉 我先走了 对不起 失陪 先走 你注意 不能跟一桌人一道别 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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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正在那 和好好的 你一走 把这气氛都搅了 最可气扭的人 我走 我往东去 你们谁往东去 我车带你 带你走 带你走 人家挺好的局 让你这一搅和 大家拿起来 衣服都要走 你说这不能 那主人得气死 走 那我也走了 我让有东西 咱俩来吧 走 那你让我一边 这能上我们 我也走 行了 走吧 所以不能做这个不礼貌的人 尤其是主人送你到门口 别拽着主人手 磨磨叽叽 哎呀 你看你啥时候你去啊 你去啊 你走也不去 你来吧 你走也不来 磨叽个没完来 人家主人那边还得招呼客人 所以咱们有的人呢 不是说 饭局上的这些繁文入解 咱们都要记住 都讲究 这有点虚伪 但是这些人际交往 起码的礼貌 你应该琢磨 应该考虑 所以你看今天呢 咱们给大伙啊 把饭局上这些个说法啊 饭局的社会意义啊 为什么中国人喜欢饭局啊 给大伙说了不少东西 但其实我们说 过多的饭局 对咱们社会风气 对咱们每个人 都不是一件好事 咱们有的人呢 拼命的找饭局 没有饭局 心里就发慌 有的人呢 疯狂的躲饭局 一见到饭局就演运 就怕喝酒 有的人呢 把参加饭局 当作一种享受 有的人呢 把参加饭局 当作一种忍受 所以我想的 如果有赵一日啊 中国人不再讲究 这种群体意识的 社会圈的想法 不要把工作和饭局和生活 联系那么紧密 如果有那一天 到了参加饭局的时候 端提酒杯 门人敬你 你都想喝 你是真心实意的 跟大家交流 可能到了那一天 中国的饭局也就 是真心实意的 感谢观看